大家好,这集视频示范如何使用中文界面的推特 从网上搜索到原来推特手机APP版本 会基于用户的地理位置,自动设置语言信息的 但是,我尝试装了一个叫FakeGPS Location的APP 将手机的地理位置改去中国或台湾 但是推特APP还是依然显示英文界面 不知道是哪方面做错了 如果你知道的话,记得在下方留言告知哦 如果想要用中文界面的推特 那就只有网页版能做到了 首先,先打开浏览器 然后打开推特网页 输入推特用户名及密码登入后 点击左上方的个人图标 然后选择Setting and Privacy 选择最后,算起第二个选项 再选择Languages 然后选择Display Language 再点击这里,并选择简体中文 最后点击保存Save 马上就可以看到界面全部变成中文了 点下个人图标看看 菜单全部都变成中文了 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,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 喜欢记得订阅和给赞哦